这是日军731部队撤离中国时 屠杀中国平民的尽头 而这些人都是731部队抓来做细菌试验品的 731部队是日军的最高机密 即使是自己人不小心泄露了机密 他们面临的就是被枪毙 如果有谁感染了鼠疫也要被活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1994年上映的 黑太阳731部队之死亡列车 这是何志强导演的黑太阳系列的最后一部 虽说黑太阳系列有四部 但导演却是两个不同的人 最早是导演毛敦福1988年拍摄的黑太阳731 以及他在1995年拍摄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 毛敦福导演在拍摄黑太阳731这部电影时就受阻挠不断 那个时期的中日关系正在慢慢友好 有关部门在禁止他拍摄这种题材时 毛敦福撂下一句狠话 谁不允许我拍这部电影 谁就是卖过贼 最后只能给他开了绿灯 黑太阳731 这部电影的态度就是 友好归友好 历史是历史 重现历史 就是献给千千万万被实验的苦难人民 而毛敦福导演在接受报道时表示 只要日本人一天不道歉 就将他们的恶行继续拍下去 虽说今天说的电影 《黑太阳731之死亡列车》 属于毛敦福导演的跟风之作 但它同样有着和毛敦福一样的历史责任 1933年 日本关东军防疫工水部 在石井四郎的带领下 在哈尔滨建立细菌战秘密研究所 代号731部队 70多位医生和科学家 用活生生的人做活体实验 例如用老鼠咬人 看人类被咬至什么程度会死 还用各类细菌之毒咬杀人的反应 以及用女性做梅毒等性病实验 这些暴行导致了无数生命惨遭杀戮 1945年 盲军大肆进攻日军战线 原子弹轰炸广岛 苏军挥军向满洲进兵 731部队被逼解体 仓皇撤回日本 在离开前 为了销毁所有关于731部队的秘密和痕迹 他们要将研究所移为平地 没有被做实验的平民 遭到了日军的无情射杀 一名731部队的士兵 因涉嫌泄露机密 从而被枪毙 研究所里的伤病员 一律注射轻化甲 一东等人在实验室里进行毁坏细菌温床的任务 然而 在操作过程中 一东不慎划破了手 导致被感染 如果被上级知道 他就不能回到日本 于是他的两个战友 谎称被锤子砸了一下 苏军的攻势越来越猛 731部队在销毁了所有证据后 在下雨的夜晚 匆忙坐火车撤离 而这趟专列 只针对731部队 许多日本侨民和浦东士兵禁止上车 石井四郎下大言令 第一 回到日本 无论对谁 不准泄露731部队的秘密 第二 你们之间 不要有任何相互联系 第三 你们绝对不许任公职 假如 有谁泄露了731部队的机密 我石井四郎 就是走遍天涯海角 也要把他找到 绝不坤容 火车启动不久后 伊东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 松霞浩是部队的女护士 她发现 伊东不是普通的感冒 而是感染上的鼠疫 松霞浩正要去报告 却被几人拦住 不管是死是活 也要把他运回日本 伊东救男 现在并不怕死 他是怕被中国人抓了去 因为他在南京屠杀了许多平民 下场如何 恐怕他自己都不敢想 几名东北抗联邑勇军 打死了看守的日军 他们从火车上跳了下来 日军发现后 想办法将火车停下 两个队友被日军击毙 另外一人受了伤 中被日军包围 即使赤手空拳与日军搏斗 他誓死也没有投降 身体 最后被日军打了一阵伤寒军 禽兽不如的日军 把他当成第一个传染员 从而让更多的人死于伤寒 看来 你说的对 731的确是帝国的骄傲 731 就是731 松霞浩认为 一直带着伊东秀南 列车上会有更多的人被传染蜀意 但邱山正夫坚持将他送回日本 还说为了研究细菌 已经有300多名军人死于研究 但松霞浩却说 死于实验的 而是那些中国人和朝鲜人 邱山正夫一时间陷入了回忆 他们是实验材料 是马鲁兰 是 他们是马鲁兰 永远记住 他们不是人 是木头 邱山正夫并不后悔自己的报信 反而要对松霞浩动手 当指挥官前来查看 伊东是不是得了传染病的时候 松霞浩还在几人面前极力掩饰 伊东只是普通的感冒 你看那人 怎么了 被打了伤害毒针的抗连战士 最终死在了河边上 他在最后关头 也不让不知情的两个孩子靠近自己 列车上 伊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他甚至吃饭的时候 把饭盒里的食物看成被解剖出来的心脏 这时 上级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 有人庆祝 战争终于结束了 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耻辱 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失败的 几名士兵切腹自杀 甚至喝了毒药 指挥官下达命令 他们731部队是不会投降的 因为他们要死守秘密 即使投降 也不会有好下场 重病的伊东修南 又一次陷入杀害中国军人的回忆 杀害中国军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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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部队乘坐的列车将要驶入新京 如果苏军占领了新京 万一闯不过去 就跟他们拼辞道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苏军发现他们731部队 即使自杀 也要保住最高军事机密 指挥官命令士兵在方圆20公里以内 抢夺老百姓的东西 列车将要进入一个车站 所有车厢的士兵加强戒备 车站里挤满了日本人 一旦他们上了车 必然会造成大乱 从而731部队的秘密也会被发现 最终随着枪声的响起 那些日本平民被驱散 因前方发生战事 列车暂时停了下来 伊东秀南的病情越来越重 修山正夫穿着老百姓的衣服 进城为他买药 抓药的医生虽然知道他是日本人 但最终还是以平常价格 为他抓了几副药 修山正夫在这里得知前不久 731部队为实验陶瓷细菌炸弹 在黄龙府投下数十位 导致当地上千人死亡 1945年8月17日 731部队的列车停靠在本西湖 在通话还有分部没有撤离 为了及时让他们撤离 每个车厢必须由一名士兵前去联络 他们都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回不来 那里随时被苏军和抗日游击队占领 一向极端的山田被点名出列 而僧道一郎自愿参加这次任务 两人临走时 松下号请求他们 把妹妹纯子从通话带回来 两人很快来到通话 并见到了纯子 本来要偷偷将他带走 结果却被人发现 因为这支部队是731部队的分部 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他被强行逮捕 结果东北民主联军突然向这里发起进攻 山田在战斗中重枪身旁 另一边的伊东秀南最终喝毒药自杀 而松下号也被感染上了鼠疫 指挥官得知了消息 如果全员都感染了鼠疫 那这趟列车将成为死亡列车 无一人信任 令石井四郎引以为傲的731部队 结果却有人感染了鼠疫 他知道这些人即使死也要死在日本 留下一个就是留下一个泄密的危险 为了不让更多的人感染病军 石井四郎下达了一个可怕的命令 将车上的全部军养标本 统统抛弃 伤寒 鼠疫 祸乱 都统统抛掉 那 抛到哪儿呢 沿途 沿途竟是逃难的日本难民呢 中国人和苏联士兵更多 日军不仅抛掉了所有病军样本 即使在铁路桥上遇到许多日本难民 他们也没有停车 列车快要到达釜山的时候 列车停下在这里休整 夜晚却遭到了朝鲜人的袭击 731部队一路遭到各个抗日联军的攻击 他们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这时的松下号却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他正一路爬着寻找自己的亲人 因为他根本不是日本人 而是一个朝鲜人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日本 结果还要在731部队为这些杀人者服务 许多实验品都是他的同胞 即使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 最终松下号被指挥官发现 他染上了鼠疫 为了不传染其他人 日军将他扔进一个挖好的土坑内 将他活活地埋在土里 休山政府等人想要阻止 却遭到了自己人的枪毙 让我们关于历史的爱恨更加清晰坚定 不能忘记的必须记住 不能原谅的必须控诉 就像日本士兵问他进入南京城的好处时 日军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南京城里家家都是为安所 每个中国女人都是为安妇 禽兽二字亦不足以该国 日军所犯下的罪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